这个东西当它在1982年2月5日 首次从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51区起飞时 谁要是看到了 它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外星人的飞船呢 尤其是当你需要抬起头来看它时 可不过 这是一架地地道道的 由地球人设计生产和驾驶的飞机了 沉默之蓝 在看到它之前 我觉得那架超级古比鱼是最奇怪的飞机了 但是跟它比起来 超级古比鱼哪里奇怪了 浑身上下全都散发着飞机特有的气息 但是它沉默之蓝 除了那对翅膀以外 它身上的哪一处是飞机的样子 鼻椎在什么地方 发动机在什么地方 哪里是进气口 哪里是排气口 还有尾翼去哪了 给我的感觉 它就是某个脑袋被夹了的设计师 设计了一个一不小心被模具夹扁了的飞机 你看 这围绕机身一圈的有人有脚的裙边 像不像是被夹了之后挤出来的多余的东西吗 好吐槽完毕 讲点它厉害的地方 虽然1982年才首飞 但项目的开始却可以回溯到70年代的晚期 而它被外界所知道只要等到1996年之后了 在这期间的将近20年里面 它大概算得上是地球上被保护的最为严密的东西之一 你光凭这一点就能意识到它是有多厉害了 的确根据已经解密的资料 沉默之澜是一架在雷达上彻底看不见的飞机 是的 它是一架阴心飞机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它那被隐藏了几十年 至今都仍然扑术迷离的故事 上个世纪70年代 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是具体且强大的 富尔达峡谷 我在讲游租那一期里面提到过 是美国人的梦魇之地 他们恨不得R4×7 360度无视角全方位全身心的盯着那盯着苏联的一举一动 所以你看哪怕U2 SR7非常好用 但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嘛 他们顶多飞过去带回来之前拍下的快照而已 既不实时也没有全方位 这个区别就像什么呢 就像是某人的生日派对 你看的是朋友圈照片还是现场直播 美军当然想要后折 但战场又不是派对 所以现场直播不能够被对方发现嘛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专门为这个目的启动一个新的研发计划呗 战场监视飞机实验项目就此启动了 它要求首先前去直播的飞机能够长时间的留在敏感区域的上控 其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它就必须是要能够在敌方的雷达上隐身才行嘛 最后哪能光隐身呢 你还得要主动打开雷达探测敌方的目标 然后将它们实时的传回到指挥中心才行嘛 并且这个过程还是不能被对方知道 好 很有挑战对不对 但一旦成功 不仅宝贵的情报 唾手可得还能为未来的隐形飞机普平道路 显然是值得一试的 两家著名的公司洛克希德和洛斯罗普分别提交了自己的方案 嘿嘿 洛克希德居然落选了 于是洛斯罗普的沉默自然就从图纸走进现实了 咱们来看看这架特别的飞机啊 首先外观我们吐槽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它彻底就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之为基鼻的部分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矩形的尖尖 和一个长得像车头的驾驶舱 于是又为它赢得了另外两个尼称 蓝金和外星巴士 你别说这两个起的都很形象 机翼是梯形的 没有水平尾翼 两个垂直尾翼则是这样大大的V字造型 机身从侧面看是个溜背的造型 到了尾端之后就被彻底压平压宽 变成一个上桥的平台了 它们能够显著降低雷达反射特征 实际上沉默之兰是有史以来 第一架采用光滑曲面对抗雷达波的运行飞机了 它的研究遗产显然被后来的B2继承了过去 沉默之兰的第二个显著外观是 它的进气道了 不在肌腹而在背上 这里机身的顶部张开的一张大口 就是为它的两台深埋其中的 高旁通比加勒特ATF3涡扇发动机 提供进气的口子了 喷气也是在顶上 先是在里面用蛇行管降温之后 再通过这个如压嘴瘦的嘴巴一般的 扁扁的喷口给喷出来 而且你看被压平还上敲的机尾是干什么的 是进一步隐藏排气的红外特征的 所以雷达下面它看不到 红外成像下面它还是不容易看得到 虽然这样的处理方式显著的降低了它的动力 但是作为只侦察不战斗的飞机 仍然是够用的 甚至就连它的升学特征都被隐藏得很好 在设计的巡航高度 7600到9100米处 地面上啥动静也听不到 好 接下来不能图有其表 重头戏探测的部分来了 这架验证机在单侧 其实后面计划的量产型是双侧都有的 装着一台高90厘米 长2.1米的低截获率雷达 可以清晰的分辨出地面的移动目标 并将它们的信息实时的传回到接收站 可以说这就是沉默自然的杀手锏了 我的雷达可以探测到你 但是你的雷达却看不到我 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靠低截获率雷达做到的 这里我们简单的用几句话来带过一下 通常你主动发射了雷达波去照别人 那别人就能用被动的探测器来探测到你在照它吗 于是就能做出相应的回应了 这就是一般雷达告警器的工作原理了 但低截获率雷达有以下这几个本事 第一它没有固定的发射频率 让对方的探测器有点懵 这是啥型号的雷达在照我呢 第二它不仅没有固定频率 还能在发射的同时把频率跳来跳去的 就让对方更懵了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雷达 第三它减少了发射的功率 但调高了脉冲的时长 于是就可以在总探测能量不变的情况下 让对方很难检测的出来了 哦 乌龙了一下 只是背景噪音没有雷达在照我嘛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它在雷达上彻底就看不到的原因了 在测试和评估期间 工程师曾经让它与一架F15做过对抗 结果是任凭你F15 怎么把你强大的ANAPG63火控雷达开到最大 也探测不到沉默之栏 直到进到要靠目视了才能够发现它 真的是相当的沉默 但这中间也闹过一次乌龙 有一次工程师在做测试的时候 雷达屏幕上的沉默之栏突然就明晃晃的出现了 是那么的刺眼把大家都给刺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 正当他们要深入研究一番时才发现 结果是一只老鹰站到了沉默之栏的头顶上 雷达探测到了老鹰 但却探测不到下面的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准确说一直都是验证机 在其1985年被冻结起来之前一共飞行了250个小时 虽然长成一副绝对飞不起来的样子 但是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的事故 以至于为它准备好的几乎可以拼出第二架的备件 从来就没有上场的机会 其四套电船飞控组成的熔鱼控制系统 真的是功不可摸 否则按照风动实验 它正常情况下会被吹得屁股向前才合理 所以我的直觉是对的 它本来就是飞不起来的 好 故事到这儿 可能你会跟我一样问出同样一句问题了 既然它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被取消呢 很简单 谁也说不清楚 因为直到今天沉默之栏的计划本身 还是有一些人事机密 我也就只能再次打住了 但是最后是要给你抛个钩子的 还记得那家被洛斯罗普打败的洛克希德吗 他怎么能甘心呢 于是转头回家 也搞出了一架自己的某某自然隐形飞机 他到底是什么 他最后引出了谁 你想听吗 留言里面写上想听二字 我来安排啊